大家好,我是莫小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糖葫芦的制作经验和技巧 因为昨天我第一次尝试制作了一次糖葫芦 但是在制作完之后呢 在口感上,包括在整个的操作配比上面 有很多地方呢,是不妥的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总结了几条我的经验教训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做糖葫芦我也是第一次 先看一下我准备的食材 糖150克 也可以用红糖,也可以用白糖 水呢,也是150克 首先要告诉大家一点 今天准备的糖和水量是少了 如果说大家要做好一点的话 可以多一点量 量大一点,咱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然后呢,咱们直接把水和糖放到锅里 水糖入锅后,咱们的火力呢,一定要开到最大 先把它烧开,让它废起来再说 熬糖这一步,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一步呢,咱们在熬制的时候一定要把火力给掌握好 火力不要全程开太大 如果说全程开太大,咱们容易把糖熬过 像咱们画面中这样的状态呢 它沸腾起来之后,咱们也要不停的搅 防止它粘底 把糖水熬成咱们画面中这样起大泡的状态就差不多了 这里呢,咱们要把火力关至中小火 火力不要太大 这个状态之后,咱们就可以把准备的材料放进去 滚一下就可以了 千万不用用勺子 我这一步呢,就是做错了 用勺子浇的呢,它太厚 表面不够脆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做完之后,我总结了三条 供大家参考 第一条呢,咱们水和糖一定要稍微准备的多一点 这样咱们熬出来的糖呢,它就会比较多 蒜也比较简单 再一个呢,就是不要用勺子往上浇 一定要用蒜的 往里面蘸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就会比较脆 浇的呢,它表面一层稍微有一点脆 但是也会比较粘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虽然做出来之后不是很完美 但是吃起来味道还是可以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尝试一下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加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